而且技术实力呢 仍然非常扎实 胜了12场 复了9场 天津的好帅 排在第三的是山东鲁蒙的张继科 王浩排第五 马林排第六 延安排第七 王立芹排第八 在整个联赛过程中的表现 压反手 当时是上海队赌场 结果呢 上海金麦池战胜了 河北大队海 一排呢 已经打完了 洗青仍然第二次 又是三比零战胜台超 上次王立芹呢 是赢了 来能够挑战王立芹 比如像马林 手法非常细腻正 8比3 因为王立芹的优点就是稳 散拉 大家可以看王立芹那个散球的散拉能力非常强 上海金麦池 上海金麦池俱乐部的许新是以3比0战胜了河北霸州海瑞的成型棋 那么这样呢 现在上海金麦池是1比0领先 21场比赛 上海金麦池的成型棋 那是赢了12场 这次是12场输了9场 这是河北队的教练 但是王立琴呢 是一比三输了张继科 王立琴呢 两次输给张继科 就是在和山东努棱见面的两次中 都是输给了张继科 战胜了陈启 输给了马龙 逆旋转 陈宁齐 对喜新呢 现在上海鸡麦池已经领先了一分 我听见控制集团下属的一个专门 营销汽车节约器的这样一个 在这个文化产业部分呢 又成立了海润青芒球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呢 也是专门 清超联赛尔 漂亮 关键球 关键阶段 如果崔庆磊在这时候再让王立琴返回 战胜了许瑞峰 战胜了球给了王立琴 后面呢 他输给了这项山东东的马林 但是战胜了雷振华 今天担任河北队的教练是刘志强 今天的中国区别强调 说这次组织这个比赛的中心目的 就是 不利 这不利的局面发生了 果然呢 王立琴的评价 这次清超联赛有很多的新的热点 包括呢 在第三盘和第五盘都采取三级两胜质 都是二级的 观众电视台 观众朋友 现在呢 我们是在河北省廊坊所属的大洲市 大洲市的海中 这个大洲的文化皮产业 逆旋转 出来 出来 非常遗憾 这个崔胜蕾呢 好观众朋友 往后来看第三局 观众朋友 双方第三局的比主动上手的能力显得不够 因为他和王立琴整体来看呢 他是跟王立琴在精神上 强迫自己去进攻 只有进攻很凶狠的时候 这样才能突破王立琴的防线 在第八 崔幸蕾是排在第十一 九场 崔幸蕾呢 是赢了九场 输了十一场 漂亮 以后显得呢 这个不够流畅 啊 衔接的一个问题 新麦池是一比零 大分领先 现在崔幸蕾呢 没有更好的办法 第一个呢 在抢弓上手的时候 他现在看起来 要这样下去的话呢 就很难 很难这个取胜 所以踢盘球的难点啊 其实还是在前面 发球接发球 往前的控制 因为你的对手本身比你强 而且他又很稳健 所以你必须要凶 要逼迫自己 而要强 这样王立琴就很顺利的 以十一比六 赢了 这个崔幸蕾 由于在第一盘比赛里边 是上海金麦池的举心 战胜了河北大洲海人的成军棋 现在呢 上海是以2比0战士领先 稍后